嘿喲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示範一場一打二極限電腦的影片 那這場的話我是邊打邊講解的關係 所以有些部分可能會有口誤或是沒講好的地方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做一個提供 這把呢 我會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不會是一個頂巾的配置 如果你想學頂巾配置的話 那就可以右轉了 那我會教一個比較簡單的 是人人都可以學得會的 連我阿嬤都會的那種 真的很簡單 我這個配置 可以讓你輕鬆 一打二極限電腦 然後 我又不會讓你覺得很難學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學會這個的話 你一千兩百分 一千一百分的話應該是不是問題 一千三一千四就有點看個人造化 那我目前分數是一千五百五十分 那最近的話有空的話就會來打這個單挑 那因為沒辦法最近實在太忙 日更影片 奇異能玩遊戲的時間真的蠻少 所以單挑的分數一直沒有在往上 雖然最近勝率真的蠻不錯喔 都沒什麼在輸 好 那趕快六 六個人吃羊之後 直接下了村民 補到三個挖木頭 那這邊的話盡量不要虎視蝦羊 趕快吃一下這個豬 好 出來了村民就直接去挖伐木 這邊就把豬拉過來 讓村民不要移動了 一移動的話這個效率就不好 都有可能就會斷了 就是很有很大概率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豬的話就是不要跑太遠了 跑太遠很容易被幹走 好 那三木之後接下來出來的村民 就要來拉豬囉 好 快點拉豬 好 村民不要斷 然後刺毀不能等 然後這邊有路 我們就來 先來趕路 OK 那這個是一個趕路的配置喔 所以 不趕路的話 你接下來這邊防止出來蓋村民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去蓋魔防了 好 但是因為我這邊是走一個趕路路線 所以村民會蠻多補在這個肉上面 好 那村民出來這個就趕快回家 好 記得放肉喔 沒有放過的話會斷村 這個要吃完了 吃完之後就來吃這個豬 吃豬排 好 豬排很重要喔 要早點吃 好 路的話盡可能的趕喔 沒人趕完也沒關係 好 重要的就是不要斷村 像我這樣子斷一下斷一下喔 這樣就不好 這是壞習慣 因為這樣時間一久的話 可能就會跟對手差距去村喔 那對手什麼都不用做了 你都自己爆炸啦 這種感覺 好 過來的路 喔 再來用村民殺掉 那接下來呢 兩隻村民出來之後 就可以考慮去拉第三隻了 喔 其實現在就回去了 不用考慮了 好 那這個 可能要停一下喔 不然我這個路趕不回去 欸 不要射他 喔 流有點忙 趕路流 流就是這樣子喔 會真的是巨忙 不知道在忙什麼的那種 好 兩隻再射掉 OK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喔 有機會就趕快收村 然後把人 可能會死掉的風行因素 給降到最低 好 那這個豬 七隻吃豬 然後四個人吃肉 我的配置是這樣子 好 那出來的話 先補一下肉 先把肉吃一吃比較重要 好 那這邊 可以考慮先直接圍死 好 那這邊我就很難守了 我這裡 可能會爆炸 好 那這邊路的話 今天他就四個人去吃 越人越多吃的話 這個效率就越不好 我這邊多按一村欸 靠腰 好 那我們這邊示範20村村民 有個21P打法 好 那這一村出來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先趕快再圍喔 先把家裡圍死比較重要 好 那這邊可能要收村一下 因為 肉還沒有回來 好 那這邊收村之後 這裡 要怎麼圍呢 這樣圍嗎 這裡圍一圍好了 就這樣 OK OK 那家裡 樣貌已經差不多了 之後呢 該吃的也吃了 那時候就可以拉個五村 跟兩村 去伐木 總共伐木要補到10人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你的肉應該會蠻多的 那就先伐木先 然後趕快下伐木場 那赤猴繼續找敵人家在哪 看到在這裡 那先看一下他的家裡樣貌 我會習慣這樣子 讓他自己繞 好 那這邊直接圍過來 那我這火圍法其實蠻耗費大量木材的 那最好啦 這時候趕快再拉一村 去幹 因為對方20匹肉馬的話 這時候可能快要過來 因為應該上層時間是差不多的 應該都是9分以內 9分50秒左右 9分51 52 OK 那這邊的話先三級 點下一級目一級甜 然後均勻騎手 這時候就要下了 但因為我這邊 沒有要打快攻的關係 所以這邊就示範怎麼打 超快的內容 好 這一場我們示範比較穩紮穩打的玩法 OK 那這邊在家裡附近採 木頭的村民就可以去 對地下 補個房子 均勻才對 這是均勻 好 那這邊的話我應該是會打小弓 好 開始補下這個射箭場 均勻好射箭場就要下 那由於我這邊下得很晚 所以這邊小弓的數量怎麼會輸 蠻多的 那我這邊直接補下雙射箭場 要來直接爆小弓 然後 拉四村去挖金礦 好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然後對手這邊 一個看我不爽 開始尻我的房子 怒尻一波就是這樣子 好 如果你沒有 黃金的話 那就按下讚吧 好 盡量不要讓這個射箭場停止運作 人做事就讓他做事 好 這邊一樣聰明不要斷 OK 小弓出來之後 這些裝甲金就沒用了 好 戰狼出來 好 記得喔 趕快再補下那個兵工場 兵工場很重要 好 金要補到八個人 現在七個了 那再一村就是八個 現在比較理想的目標是 直接用小弓打死一國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邊 會有點被打到的感覺 好 那這樣補到八村之後 就可以來開始農了 那一樣射箭場不要斷村 好 如果快要爆的話 趕快再補下一個房子 好 不要被打出漏洞 放在這邊田趕快灑 有木頭就趕快灑田 有木頭就趕快灑 趕快灑 那這邊我補到酒精好了 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這邊出來之後 村民應該就穩了 戰狼 一級射還沒點 靠腰 居然還沒有點一級射 雖然太早一點一級射的話 可能會斷村喔 確實這個是要小心的一點東西 好 我們稍微分兵一下 算這樣不行 讓我點回升法術 好 一起射下 好 草田 看要不要在這邊補一個 補一個大一點的 這邊中藥不要打破了 哇 這個中藥算太多了 沒有關係 小宮威力很強 甩一下甩一下 然後再用一村去補進來這個洞 好 那一防點 也點下去好了 我們打對兄 然後這個鐵要繼續灑繼續灑 好 沒事就灑田 然後再這一波村民讓我出來 然後村民來防一下 村民挖完果樹之後 就可以去做其他事了 這邊補一個城門好 好 那個小宮一樣比較短 唉唷 這裡有點危險 拉掉拉掉 OK 這裡補一下 房子也開始補 把這個木搶 我補起來 那如果木頭真的不夠的話 就趕快再去挖木頭 反正沒什麼就挖什麼 很簡單 好 那木頭也有 就趕快去補囉 好 那這邊 田 就直接這樣補阿 一直補到15-16片田 那你上了封建時代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時候我會先點一下這個輪走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然後再補 把金補到10 然後趕快往對手家裡打 不能給他們機會 給敵人機會就是對自己殘熱 好 這邊 好 這邊 然後這邊 好 寫掉這邊戰毛 喔 燒木頭 好 那差不多這時候你就可以點一下城堡時代了 大概快來20分鐘前 這邊可能要SOLO一下 SOLO一下 尷尬 我們要差一點 OK 有了 然後那工兵繼續出 可以的話 工兵就往前走 好 抓到這邊 踩志願的村民 現鑽四村 很香 好 前面按著戰毛 在這時候就可以發揮一個坦克的作用 相當相當的划算 這邊讓他自由射擊 雖然是集火比較好 那這裡有個房子快要爆了 好 補一下 補一下 呃 記得 進來燒的話 你的村民要用戰崗模式 千萬不要讓他自己一直撞PC 這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好 這邊我們稍微拉一下 點一下 OK 點掉之後 再過來 空兵要很重要 這空兵非常細節 那這邊法木場記得要補上新的 才不會有那種 法木效益太低 然後出大事的一個感覺 好 那這邊一級挖金 要忘記點了 上封建 上城堡時代之後就可以點下一級金 好 這裡高低打滴滴 開始反打 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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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邊點 再射一下 可以挖法木的村民 能抓到嗎 應該沒辦法 OK 好 那上城堡時代之後 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看一下石頭在哪裡 我們的石頭在很尷尬的地方 趕快去挖 然後升級 然後一級木跟二級獸 走 射一下 好 射一下 補下之後 問題應該就不大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打死異果了 那目前 要注意的就只有那個 另外一果而已了 好 那家裡TC記得不要斷 挖石啊 農田啊 什麼都可以 直接下 那這邊的話我會選擇在這裡開TC 直接把TC開到我開滿 這邊有點 急急有點問題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經濟 非常非常的 很舒服的一個經濟狀況 好 那趕快再 繼續按下村民 走光可以繼續按 然後村民要繼續殺 再甩一下 甩一下 好 這邊過來弄走 後面的兵補起來 繼續把這個暴打他的村民 好 那我這邊有點大手比了 二級挖 十也點下 那兩邊都進入到城堡時代 好 那血院蓋好之後 彈道學要趕快下囉 彈道學 OK 在這裡 他的房子要繼續補 好 甩一下甩一下再甩一下 再甩一下 盡量把這個弓兵 繼續做個輸出 然後用T字型 不然會被射到 那村民記得不要斷 不要斷 不要斷村 不要斷村 好 總品繼續殺 這個就沒有T字型 我們就會一直亂跑 好 那錢就會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那個經濟就會一直拉開了 那盡量喔 先把一國打得死死了 因為另外一國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經濟有多好 人打死就盡量打到死 只要給他們任何一點機會 因為另一國經濟一定是非常好 那這邊的話你就要跟他拼經濟了 拼台灣 拼經濟 好 那這邊經濟 你這時候應該是會配的滿好的 可以的話趕快在家裡門口 這種地方啊 趕快下一個城堡 那你防守來說的話就比較舒服一點 農田的部分你就要趕快灑 唉唷 差不多上帝王十代了 弓弓兵的話能不斷路不斷 好 我拉兩隻去那個劍塔下 看可不可以燒點東西 奇怪為什麼我有單刀血還這麼晚 好 那這邊繼續殺村民 好 城堡蓋好之後 好 繼續灑田喔 這個田很重要 木頭啊 這些也是蠻重要的 喔 這邊發財 OK 我們打死異國了 這時候稍微去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地方在偷啊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直接打死他們 好 這時候對手已經 可能已經上帝王十代 我們的田可能還不夠 這時候可以考慮要不要下四季 下四季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鎖推車差不多可以點 好 這邊先點鎖推車 好 防止繼續補 好 我的玩法比較簡單一點 真的不會太難 真的是蠻多人都選擇會的 好 田的話就進行的賞 好 不要給對手機會 不給機會 不給機會 那這邊城堡有蓋的關係 可以直接買上到帝王 這邊直接提掉一村 然後點個料王技術 好 帝王十代點下了 那這邊啊 城堡就盡量蓋這種高地喔 那黃金就繼續挖 那太多的話就趕快拉一些喔 出去挖命挖野金 調配一下你的經濟喔 才不會有那種經濟大爆炸的感覺 全部都擠在一堆喔 那這樣經濟就會很慘 哇靠 這個模仿是 喔 受不了捏 喔 真的很醜捏 好 基本上綠國已經滅了喔 那我們就要來稍微小心一下 這邊的國家在幹嘛 那為什麼有人會說 欸 奇怪為什麼 另外一家電腦都不會打過來 那是因為我有插城堡 那基本上電腦有點自當自當 你只要插城堡 他就不會隨意進攻 好 那這邊有空的話就下個修道院 開始挖那個 那叫做 OK 那村民我們就一樣繼續暴 繼續暴村 不要讓村民有發呆的機會 有發呆的機會 那這邊對方確實上了帝王死蛋 老鷹 我的天 危險危險危險 先點一防 好 三防趕快點 喔 這樣子的話強弩可能沒法點嘛 嗯 只好頂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這邊還是要有點東西喔 不然太恐怖了 老鷹的話不好打 這裡要謹慎一點 好 那這邊拉更多村民來去種田 這個田你不會衝 這個田你不會衝 然後化學要趕快繼續下喔 唉唷 頭車 沒注意啊 秀一下 不知道怎麼秀頭車 我再上秀一下 秀一下 我再秀一下 踢自行 哎呀 秀得很爛 沒辦法 三台太多了 我踢自行的話 還是可以躲掉大部分的一個傷害 這邊正經一次趕快點 然後二防也要趕快上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垂垂兵跟對手打 然後村民一樣我們不要斷 去巨暗村民 巨暗村民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一斷村的話 對手很容易就逆轉 但是也就是盡量 好 那三級防底下之後 這邊差不多可以再繼續挖石頭 那木頭的話 太多了 趕快撒田了 田還是太多了 哇 這裡有田空手 那木頭有沒有 大爆炸 木頭爆炸的話我們就繼續灑田 無情爆灑 可以的話再賣點木頭也是ok的 買木頭買木頭 換點黃金出來 也很香 轟兵繼續按 然後拇指環啊 然後這個 垂垂兵繼續按 很棒很棒 這樣經濟就會非常非常好 運轉的非常的快 好 由於我這一把沒有時間去減營機 看起來也沒這個必要 我們就專心搞經濟 那工兵就一直控好就好 那也盡量不要讓他有一個 經濟太多的情況 像我這一把 黃金就是太多 好 等一下經濟 好 等一下經濟 那工兵控好就好 那盡量不要送喔 就算沒做事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要送 那聰明的話可以的話就繼續按 好 木頭因為剛如魚賣了一點的關係 現在有點熟 好 那我們可以按下更多的村民 來搞事了 我們直接插個高地堡 然後來守後面這個石頭區 那這一坨冰就可以直接這樣長驅植物了 號 號 號 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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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呦 好恐怖喔 好 那這邊順利到200村了 那村民暫時就不用按了 欸有偶爾特欸 沒有看到 OK 那對手出了這個 頭死守 頭死守 打我的這個 垂垂冰很有用 但是他很怕強弩 但是我有出強弩的關係 這邊投死守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用處 好那如果是要打寶兵的情況的話 記者要頂跳這個跑速喔 還有這個戳戳也順便升級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邊木頭 黃金挖完後來挖木頭 經濟條克要稍微注意一下 盡量不要有那種 經濟大爆炸的感覺 這邊沒有空環 看這個沒空環就出事了 雖說是強弩啊 會出事的時候還是會出事喔 好來解一下這邊的 冰 那因為由於木頭不夠多的關係 黃金怎麼那麼多啊 這個經濟有點偷喔 好那直接進來敲也沒關係 反正我這邊經濟太好了 開始送了 好開始買一點木頭 開始轉一些工程器 那這個工兵繼續來 進去殺村民 誒經濟太好了不知道要幹嘛了 把死兵都點了 心態點了 唉唷這邊蓋城堡被抓包 好尷尬喔 尷尬喔 好這邊優先射村民喔 村民比較重要 然後這個兵也繼續按 好沒事的村民通通跑去挖木頭 欸有存寶 那沒關係我們波蘭寶兵 其實遠防蠻高的喔 就讓他尻吧 看這邊直接開敲也是蠻爽的 過蘭寶兵有遠防是有六的 還不錯 挺香的一個宿主 好那這邊升級好沖車 那我們這邊要繼續下寶 然後升他 挖死 好村民別再按了 站下去也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接下來就是瘋狂的進去敲村民 然後就繼續私密打 好垃圾時間 那這邊齁村民有點太多了 雖然我想要低調 但還是去對方家挖個石頭之類的 好進去裡面開敲開敲 衝車過來開頂 舒服 遊戲結束 可以無聊生個什麼工程器製造 那個工程師 哇 那個經濟太好 這個經濟真是經濟流打法 對 由於這場是邊打 邊講解的關係 所以蠻多 暴兵的時機有點抓不太好 雖然經濟是有控好 但暴兵時機沒有抓太準 那這部分的話 玩家們可以自己去改良 那到城堡之後的話 盡量把所有的聰明區拿去挖木頭 那木頭太多的話就轉換成15 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不會有太習慣一些配置 那挖紅劍的部分 就是你有空 就看到挖紅劍的人太多了 就直接把他去挖到 去挖野精也行 挖挖野精的時候 竟然還是插城堡 好 輕輕鬆鬆拿下了 好那這邊就趕快 繼續按衝車跟寶兵 開始頂 好那這邊就不按了 然後兵工廠記得要生一生喔 無聊生一下有的沒的 看來看這個寶 垂冰其實敲這個建築物也是蠻快的喔 所以我真的蠻喜歡波瀾的 打昌路也可以 打平行騎士也可以 對不對 打破冰這個寶兵也跟鬼一樣強 真的沒什麼好挑剔耶波瀾 然後肉量又多 你看我這個肉量已經突破天際了 真心很推波瀾 但是波瀾真的蠻進階的喔 玩法 不像一般文明這樣 要注意東西蠻多的 好那這邊戰績是428133 然後所有經濟都贏喔 我算是一個農民型玩家 所以比較注重農的部分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今天有上兩片 那另外一部的話 喜歡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掰掰